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有他名叫有才 其实没财没钱 他有一个大嗜好 天生好度 兄弟分家时 他带着妻子王室和孩子们用分家得到的财产 跑去海城驾掌寺 开了个小商铺 然后他把铺子由妻子看着 自己外出 专门去赌博 他越赌 瘾越大 后来干脆卖掉商铺 专门在外放局 涉赌抽头 坐上了赌铺子的小老板 不过他的赌铺子没有固定的营业场所 他走到哪 就在哪就地开局 今日张家湾 明日李家庄 后日王家屯 两三日换一个地方 完全是游击站 他在外放局 常年很少回家 没给托人给家里烧几吊钱 算是给王室母子的生活费 谁知一八八三年春末 他好几月末回家 也没给家里烧钱 王室家中五米下锅 孩子们饿得嗷嗷直叫 急得坐不住 四处托人寻找张友才 但是 张友才全无音讯 居然失踪了 难道是他发了财 带女人跑了 王室联系不上张友才 急得上火 可还是无可奈何 一日 家中的小黄狗从外边回来 突然对着王室狂吠 用嘴扯着他的衣紧往外拉 王室便跟着他往外走 走了一里多地 来到一片小树林边 黄狗一下钻了进去 王室跟着来到树边一看 地上许多乌鸦 见人立即飞起 他定睛一看 临终地上躺着一人 竟是张友才 他已经死去多日 且身带重伤 王室又惊又痛 立即跑回村 叫人跑去官府报案 随后 海城县衙门派了人来验尸 认定张友才是被人用柴刀砍伤致死 披了个白条 枯竹领尸掩埋 听后激凶 走人了 王室带着孩子 将老公葬在附近一个草垫子里 可是官府却再没来人 案子无人过问 后来 村子附近有了一些传闻 说张友才是被同村仪姓王的赌徒杀害的 姓王的赌徒在张友才的赌局上输了 无力还赌债 一次张友才开玩笑说 你不拿钱来 到时就拿老婆抵债 王赌徒信以为真 怕张友才真要了他的老婆 这一次在张友才回家时 他躲在小树林 张友才一来就冲上去 操刀几下就将张友才砍倒在地 断了气 事情有了眉目 顺藤摸瓜 就可找出杀人凶手 可是 找官府得花钱 王室和孩子姑都解不开 哪里还有钱往县衙所 结果 这宗人命案也就不了了之 张友才死后 王室生活无浊 告诫也无门 不得已 携带子女逃荒 跑到东沟子才定居下来 这时张作林才十三岁 张友才冤死的案子 一直像座大山压在全家人头上 另一家人十几年都喘息不过来 谁知终于一天 张作林发迹了 有权有势 成为东北乃至全中国的大人物 可是 对于那一桩沉案 他却没有去追查为父报仇 申冤 之后 他的儿子们也没有去找王姓赌徒去报仇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张家的大赌却在海城传为佳话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我会玩这个赌却在枚里